来到咱们天津卫视啊 参加这个笑里相迎 心情太高兴了 特别的激动 为什么呢 尤其今天这一期这个主题太好了 什么主题呢 搭档 是不是 那跟我们三个人是完全没关系 没关系你说什么劲 咱们就多余来 我们仨人呢 打小一块长起来 发小 这是实话 跟台上这几位老师似的 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一个学校的 这就可以这么说吧 青梅竹马的关系 你先等会儿吧 你别拍了就 丢人不丢人呀 怎么呢 当着老师呢 用词不当 这青梅竹马呀 是一男一女 咱仨男孩不能叫青梅竹马 错了是不是 当然错了 您露怯了 我们是这个青梅青梅青梅的关系 行了 咱别说了 仨青梅酸不酸呀 那没词啊 要词穷咱就不提了 打小一块长大就完了 我们在台上不是搭档 但我们小时候在学校啊 我们仨是搭档 可以这么说 我们是这个学校里边这个课代表 当然了我们不是说因为这个学习好当的课代表 你哪门啊 不好 为了激励你 让你当哪门的课代表 不好 让你往好了学 这事都记着呢 是是 拿我来说吧 你怎么样 数学课代表 但是数学这成绩差 差一点 侯正鹏 我怎么样 就这身材 老师为了激励他 是 体育课代表 小时候我就瘦弱呀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持永志 思想品德课代表 现在来说的人性不好 谁人性不好 作风问题啊 小时候有那个问题吗 没有 谁思想品德不好啊 今天来呢 参加这个节目 我给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李丁 邱英俊 完了 好消息 好消息 行了 这卖袜子来了 好消息好消息的 怎么 哪 这叫好消息吗 人家主持节目 挺好 什么叫人完了 来不了了 不是刚主持完 怎么叫来不了 什么意思 打名起 您再往后看 没有他们了 我那这节目 谁主持啊 换人了 换谁了 你看 他们都知道了 听说了吧 这节目换你主持 换我了 那也不对啊 怎么呢 人两个人主持节目 怎么换你一个人主持啊 这我没说完呢 人家节目组啊 让我主持这个节目 而且呢 还给了我很大的权利 什么呀 可以带一个人一块去 我说那您想好没 是不是 带谁呀 带谁跟你一块主持啊 对 咱俩吧 我跟你主持 多像李丁啊 我长得像李丁 是不是 猴丁 猴丁 林腾啊 猴丁 你先别给我乱起名啊 我觉得 他说我长得像李丁 你长得不像李丁啊 那谁像啊 我像啊 你长得得你像李丁啊 我多像李丁啊 好家 就为了上这节目 自个长什么样都无所谓了 你管不着我长什么样 你等会儿呢 我跟这聊聊 我跟这聊 哥 哥 我刚才你说什么我都听见了 是吗 你刚才你说什么意思 带着他主持 多余 多余 带他干嘛呀 他这个形象首先来说不行 他长得跟鸡娃娃似的 你说这干什么呀 他形象站您旁边的搅和您 他搅和 我站您旁边 我这形象 我 我 我多可爱呀